新美食中和警方破获赌场 远景获报 有人在民宅里头私设赌场 警方经过了一星期的调查搜证 在25号凌晨3点破门攻坚 逮捕了负责人还有老板跟赌客14个人 插扣赌支43万元 那么其中 灵性赌场负责人只有19岁 不但私下跟老板借用地下室作为赌场 还被警方搜出持有违禁品2.3公斤 三个半夜警方破门而入 立刻在一楼发现 警民男子 在走入房子里头还有一个地下室 赌客全在地下室 非法剧赌 面对警方询问 警民男子你看我我看你不知所措 一个个套上背心排排站上警车 才19岁的赌场负责人林姓男子 白天在一楼虚拟货币交易所当员工 晚上在地下室开天酒牌赌场 老板也知情 警方早就锁定他们 追踪一个礼拜后 凌晨攻坚入内逮人 查获负责人以及赌客共14人 赌资431700元 天酒牌两副 其中还在林贤身上搜出三级毒品 凯他命2.3公斤 先听到过去扣掉 再听到你车在发现是一个坛口 确实偶尔就会看到一些 比较像那种 是龙是龙啊 进出啦 挂羊头卖狗肉 白天吸引矿场玩家 晚上则变身独场 连房东都浑然不知 租民宅眼人耳目 还是遭警方攻破 统统被依违反 设为罚送办 接着往下卫轮 新北采访报道